現在示範香春醬的做法 香春呢 我們把它洗乾淨 然後晾乾之後 切成細細的碎片 然後準備橄欖油 還有空罐子 玻璃罐 它這個都完全不能有任何取分 然後我們把香春醬放進去裡面 然後放到玻璃罐裡面之後呢 乾的這個切碎的那個香春葉子 然後放到鹽巴下去醃 然後用湯匙把它攪拌 用鹽巴下去醃漬 然後可以再撒一點冰糖調味 碎冰糖 然後給它攪拌 最後呢 再把橄欖油加進去 這過程當中都不能有任何的水喔 橄欖油加的時候醃過香春 那這樣子香春醬就完成了 之後可以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拌麵拌飯或拌麵餡都可以 那這樣就是美味的香春醬了 橄欖油要醃過香春 橄欖油要醃過香春 那或者是拌豆干也可以 那這個香春就可以保存很久 那可以密封起來放冰箱 到時候把它密封起來放冰箱 放冰箱